大家好,我是乙忠 美国的通膨数字稍微缓解 资本市场获得一些喘息的空间 不过后面就万里无云了吗? 还有哪些左右市场的雷区呢? 进入这周的DJ有事吗? 美国公布CPI数字,较市场预期为低 在市场认为通膨可能见顶的预期之下 带动美国师大指数持续反弹 美股分析师认为 后续的盘势还是有震荡的风险存在 原因在于通膨数字虽然降温 但是FED除了看通膨数字之外 也会看就业数字 目前虽然市场对于FED升息的区间有一个底 可能比较采取温和升息的方式 但其实更需要担心的是 包括美国、中国在内 各个市场经济衰退的疑虑没有消除 长短天期债券殖利率倒挂也不可以忽视 所以现在的股市持续反弹 不可以视为有机之谈 在投资建议上 分析师认为比较积极的投资人 可以选择ETF慢慢布局像是半导体、科技股等市场落底之后 剩下一部分的资金再专注于个股 如果是固定收益型的保守投资人 可以布局利率比较诱人的5-7年短期债券 而积极型的投资人 可以选择投资等级债券分批入市 回到台股 7月营收才公布完毕 团队也帮大家整理出7月营收创高 而且有机会一直延续到下半年的族群公司 电池股方面 伺服器导轨大厂 2059的川湖 以及机构建大厂 5243的以胜KY 7月营收创高 主要是因为伺服器业务持续增长 由于客户的拉货需求持续 川湖预期下半年营收人会较上半年成长约15% 以胜也因为业务逐步由过去TV为大宗 转型加入更多车用伺服器的应用 由于第二季的伺服器有新增加客户 第三季将失去放量 下半年不看淡 7月创高的还有连接原件族群的 2476巨翔 6279胡联 3023的信邦 受惠车用公控需求的增温 Q3营收表现正向 其中巨翔除了有车用公控产品的挹注 也切入手机品牌大厂供应链 也有望随着新机推出逐步放量 其他像是软体厂4953的微软 IPC厂6570的微田 订单需求热络 下半年都会叫上半年正温 传产方面 钢铁族群的1584金刚 以及5015的华旗 同样受惠先前报价开始反应之后 接获订单 价格已经谈定 对下半年以及全年的营收获利正面看待 其他包括2206的机车大厂三洋工业 工业阀门厂商的4580节流阀业 7月营收创高之后 业绩在下半年都会有延续性 零售族群的统一超 全家保雅 下半年将集中展店 后续有机会再建高 餐饮族群的 经营摩斯汉堡的1259安心 经营韩式品牌捐豆腐的2752豆腐 锅贴的八方云集 还有回转寿司的亚洲杖寿司 以及经营早午餐品牌麦魏登的2755洋情 7月营收全数创下新高 共同点在于这些公司 台湾的营收占比比较高 随着本土疫情逐渐的控制 加上步入暑期餐饮的旺季 若疫情没有再度失控 下半年营收表现值得期待 下周的台股大事也帮大家整理 中钢中鸿会陆续公布9月盘假 主线记者观察 随着近期中国钢品社会库存的下降 现货流通行情已经开始上涨 市场有足底回温的迹象 预期9月的盘价跌幅应该有机会 比上个月明显的收敛 力拼开出平盘 伺服器机壳厂情城即将举行法说会 依照目前订单的掌握度 下半年伺服器出货有机会逐迹成长 光通讯厂6442的光盛 预期下半年欧美客户5G建置的情况 有机会加速展开 继文业之后大连大也要召开法说会 市场关注半导体库存的情况 主线记者认为尽管车用公控资料中心需求强劲 如果半导体库存仍然持续的电高 预期下半年半导体库存仍将持续调整 数值大厂蓝宝也要举行法说会 记者认为目前协用市场的需求健康 下半年公司看法维持正向 认为如果有景气库存调节的情况 最快也要12月才会出现 还有东元的法说会 市场关注焦点是 最大的离岸风电路上变电站工程 何时会开始动工 金融族群方面 富邦金、玉山金也要举行法说会 市场关注富邦金的净值变化 以及防疫险的后续影响 主线记者观察 防疫保单的赔付与疫情的起伏有关 目前的疫情区域平缓 不过市场比较担心进入秋冬之后 确诊人数可能带来一些变化 玉山金的7月创下新高 市场关注在升息的环境之下 对银行的放款业务带来的正面影响 以及美元升值之下 公司在外币部位的变化 NDJ团队也找出最近股价比较活泼的中小型族群 分别是UPS以及LCM 主线记者认为 UPS是搭配缺电、供电不稳等话题 股价会有时事性的波动 从基本面来看 6409的续准7月营收创下新高 不过公司也坦言 目前的订单能见度正在逐步缩短 已经恢复往年的正常水准 Q3的看法转趋谨慎 不过仍然看好长期UPS的成长趋势 公司也开发除能系统 已经有小量的产品输货表现 在LCM方面 族群主要是中小尺寸 以及面板模组厂商 近年都聚焦在少量多样 高度客制化的应用市场 像是公控、特殊穿戴装置 智慧家庭、安控、医疗等等 今年上半年虽然有短暂受到 中国风控和供应链问题的影响 不过这些中小型厂商多数的产能在台湾 过去两年因为疫情一路递延至今的订单 已经陆续恢复出货 因此近年以来的业绩表现不错 包括6167的九镇 3038的全台 5315的光联 8105的零聚 上半年获利都有强劲的年增表现 观察近期台币贬值 以及一斤面板的价格 最近几季持续了大跌 对厂商的材料成本结构 毛利率和获利都有帮助 不过主线记者也提醒 这些厂商的产品有高度客制化的特性 虽然订单有一定的能见度 但是拉货频率仍然十分仰赖客户的需求 需要持续追踪各季度的变化 这周的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跟我们交流 那我们下周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